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件艺术史上的经典杰作,《拉费尔的雅典学院》。 说起来,这其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作品,论名气它不如达芬奇的穆达丽莎,论背后的故事又不如米克朗基罗的创世纪,但它又确实是一件殿堂级的杰作,所以它究竟好在哪里呢? 那这幅画呢,里面有很多人,我要真把画面里每个人的名字给你背一遍呢,说实话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意思,但是我真能背得出来,真的,anyway,我不想背名字,也不想聊话里,什么透视,配色,我只想聊话中一个显而易见,却又特别诡异的点。 这幅画呢,位于梵蒂冈室内的一面墙壁上,这个房间呢,名叫Stensa de la Sinatula,字面意思呢,就是签字房,原本是教房的私人书房。 诡异的地方在哪里呢?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,拉费尔居然在教皇的书房的墙壁上,画满了异教图。 雅典学院,那顾名思义,画的当然都是古希腊人,像柏拉图啊,亚里斯多德啊,欧基里德啊,毕达哥拉斯啊,顺便说一声啊,我们今天能有数学课哨,就要感谢欧基里德和毕达哥拉斯这两位人大的数学家。 那除此之外呢,还有啊,像犬如帝欧根尼啊,征服者亚里山大啊,反正我就想告诉你,我是真的能背出,真的。 那这群人呢,有一个统一的称呼,叫古希腊先贤,他们活着的时候耶稣都还没出生,但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? 请注意,这群先贤背后的雕像,左边是阿波罗,右边是雅典娜,他们是谁呢?这些都是古希腊的神,名副其实的异教神。 要知道啊,基督教向来就是一个排他的宗教,那就在这个房间隔壁的天花板上,那就画着一幅打碎古希腊神像,树立基督十字架的天顶画。 所以教皇的办公室里出现异教徒啊,那就跟佛光寺方照的办公室里画太上老君就没什么差别。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诡异的现象呢?没人说得清楚,我们只能靠猜。 也许当时的教皇就是个异教徒,不过这个听起来不大靠谱。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,我有一个自己的看法,那这个看法呢,就和这幅画的作者拉费尔有直接的关系。 我们知道拉费尔是文艺复兴三节之一,那文艺复兴三节呢,他各有各的特点。 达芬奇最懒,他只挖坑不填坑。 那米开朗基罗呢,活最硬,但是呢,脾气也最臭。 而拉费尔的特点就是会做人。 从这幅画呢,就可以看出啊,他红甲方的本事有多么的恐怖。 如果他活到现在,大概能把肯德基爷爷卖给麦当劳。 而且这里还有个细节,就在拉费尔画这幅画的时候, 恶霸米开朗基罗,他正好也在隔壁给教皇的西斯廷礼拜堂搞装修。 那这两个乙方一对比,拉费尔简直就是一个天使。 不过啊,这里还有一个问题, 这些先贤,对于拉费尔来说,那也是古代人啊。 他是怎么知道这些人长什么样子的呢? 诶,没关系,他不知道,那别人也不知道,对吧? 于是呢,他就干脆按照当时明星的脸来画。 而且呢,还会按照他们的行业地位和性格特征来安排角色。 比如说啊,他把老大哥达芬奇,画成了C位的柏拉图。 他把米开朗基罗,画成了愁眉苦脸,爱哭鼻子的赫拉克利特。 最后呢,再把自己也塞在角落凑个热闹。 而这些明星啊,后来也都成了人类精华。 因此呢,这幅画就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件, 也可能是唯一一件让伪人扮演伪人的作品。 说实话,世界上真找不出第二件了。 所以呢,我从雅典学院里面学到了什么呢? 会做人啊,真的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技能。 如果发挥到极致,照样也能把你送进殿堂级大师的行列。 好了,我是小顾,每天都会为你介绍一件有意义的艺术作品。 这是一日一化的第三季,拜拜。